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甫 为了庆祝5月母亲节 上周末在南加州洛桥中心 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相当多的桥团共襄盛举 演唱50多首歌曲 社区民众带着妈妈们一起参加 相当热闹 母亲节就在眼前 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 以及世界台湾基金会 上周末特别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 举办第二届的母亲节感恩音乐会 今年除了表扬模范妈妈 模范青年之外 50多个表演节目 皆由国语台语以及英语歌曲演唱 表达对母亲们的感谢之情 相当多人到场参加一起同乐 我们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 能够办一个这样的活动 来庆祝母亲节 同时提起大家对母亲感恩的 这种心情跟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办 那办得也非常成功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再次的 来办这个母亲节感恩音乐会 那用音乐来来诠释这个母爱 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不但只是在母亲节关心母亲 而且在一年里面统统要来随时在关心母亲 尤其母亲渐渐的 渐渐老他们为我们牺牲了他的青春 帮我们带养大 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报答他的机会 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地享受母爱 然后让母亲享受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温情 除此之外世界台湾小姐 世界台湾先生 以及妙龄小姐 小小姐 小帅哥 2017年的报名正式开跑 只要年满五岁 至少有十六分之一的台湾血统 不分出生地 籍贯 党派 以及语言 欢迎参加 借由难得的选拔比赛 增加人生历练 展现自信 拓展人际关系 更多的讯息 请至网站查询 中天频道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